舒布雷蔬菜烘蛋 一颗蛋把它做得像蛋糕的质感 你可以感受到里面有很多蔬菜的一个甜分 所有爸妈想让小朋友吃到的营养 都在这里面啊 欢迎收看杰瑞的亲子餐桌 大家都知道呢 我现在的身份不一样 我就是一个新手爸爸 我的女儿现在呢 也一岁多了 开始会吃很多的食物 身为厨师爸爸的我呢 断的会给他做喂食的动作 想要吃的东西喜不喜欢 愿意去接受这个东西呢 其实都是每个爸妈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一个考验 那我今天呢 就是要来分享一道很特别的一个烘蛋 舒布雷蔬菜烘蛋 它的里面的结构啊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把它变成打发蛋白 然后我们再来做烘蛋 相对的呢 你可以创造出 以往不一样的一个蛋的一个口感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呢 他会得到启发 原来这个世界上这么好吃的东西 谎不多说 赶快来看我怎么做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是准备三颗蛋的蛋白 这个过程跟一般我们在制作 舒布雷的时候呢 它的流程是一样的 我们蛋白的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打到硬性发泡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蛋白打发起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蛋泡呢 它是这样往下流 然后不会流动的 这样呢 就已经达到硬性发泡的一个程度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处理蛋黄的部分 意大利香料 这里我们下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里头呢 我们还是有拌糖 下一点点的盐巴 把它做一个拌银的动作 其实整个过程来讲呢 很简单 甚至等一下的 把蛋白跟蛋黄结合的这个动作呢 也可以留给你的小朋友一起来做 蛋黄呢 拌银之后呢 蛋白把它拨进来 做一个切拌的动作 慢慢的去拌 你可以发现这个 蛋黄呢 跟蛋白混合的时候 开始变泡门 蛋黄的部分呢 这边我们就准备好 就放旁边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准备 我们今天用的蔬菜 我想很多大人 有一些东西不吃呢 也就是当初小时候呢 就遇到这种瓶颈 比如说甜椒啊 青椒啊 这一些 真的很多人 就是会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说红萝卜啊 绿色的蔬菜啊 通通给它放下去 这边呢 有一些细节 我们必须去注意到 有的小朋友 他是没有长牙的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咬合能力 必须把我们的蔬菜呢 做一个比较繁复的一个切割 尽量先把它稍微烫过 让它软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的蔬菜 再跟我们的这个 打发的蛋糊 做一个结合 其实家中如果你有平底锅 甚至你有这个中滑锅 都没关系 都可以来做 稍微热锅 然后下一点点的油进来 煎这个舒布雷 就是我们需要靠一点水蒸气去烘 那我们锅子稍微有点热度的时候呢 那种蛋泡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拨进来 稍微先把这个形状把它锁出来 很像我们在做呢 就是大阪烧的时候呢 我们先锁一个饼皮的形状 我们先把底部的基础搭好 那里头呢 我们就会开始把一些 五彩缤纷的蔬菜给它摆进来 所有爸妈想让小朋友吃到的营养 都在这里面啊 赶快给我吃下去啊 然后小番茄我们铺几颗进去 我们也可以放一些他喜欢吃的 比如说这种烤地瓜啊 我觉得就很棒 再来我们放一点点起司丝 增加香气 对 你甚至你这个切开啊 再把它锅进来 接着蛋泡的部分呢 再把它锅进来 我们都小火慢慢的去烘它 千万不要大火哦 不然你这个到后面就焦了 然后我们加个盖子 把它加盖之后 它里面的一个水汽呢 做一个水蒸汽的一个循环 里面的热度 就会把上面的这些蛋呢 做一个热烘的一个效果出来 我手上是一颗苹果 那我们现在呢 要教大家 怎么用这颗苹果 切出可爱的小兔子 这边呢 我们就是把它切一周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表皮上面呢 给它画到 找出中间的位置 画一个V 然后我们就顺着 把皮 画下来 这样是不是耳朵就出来了 再把苹果 切平 这样就可以站起来 就是一个兔子的一个样子 酷 哇 現在呢我們就再加個蓋子 讓它再稍微烘一下 讓它的底部呢可以一樣 就是這樣金黃上色 然後帶著一點點那個 恰香恰香的一個味道 一樣用小火然後慢慢的去烘 大概烘個30秒到 10分鐘的一個時間呢 那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好了 那我們的舒服雷蔬菜烘蛋就完成了 一顆蛋把它做得像蛋糕的質感 多不容易啊 你可以感受到裡面有很多蔬菜的一個甜分 而且它裡面的蛋的那種口感是 海綿蛋糕的口感 其實它油質量不會很多 所以有帶出一點點的那種奶香味 這一道很推薦呢 爸媽呢 都趕快試著把這個 舒服雷蔬菜烘蛋做給你的小朋友吃 真的很好吃 最後呢 我們也一樣感謝立刻特 借我這麼漂亮的廚房 哇塞 是升格新手爸爸才有這種的待遇嗎 好開心喔 這次的特別企劃呢 Jerry的七音子餐桌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